大家好 殺科戰的第二條心水片 昨天出了第四場的四班千八 今次會和大家看的就是第九場的三班千二 希望大家今次也表達到尾會 這一場賽事 我自己博了一隻十倍的馬 因為有一些好像星尾的馬 但是他其實以他的能力 沒理由在三班不夠跑 特別在這幾局 他在三班展示給我看 其實他是有能力 是贏馬的 所以我覺得這場賽事 可以搏一搏這隻馬是回馬槍 剛剛出了我的賠率 當然是看看呂建威和五盤子的馬 是哪些馬 一如預期都是 那些飛手 不過呢 我不覺得他們會是 就是 瓜分天下的 即是呂建威 即是那隻馬 我覺得是會有頭馬 但是會不會是說 連場數虎 我覺得不是 特別呢 你如果那些飛呢 是聚在這兩個人身上 大把其他馬房 都是看著你們是會的 會 即是好像那時候 五盤子 出 這個陸續無限 還有 曉智人可日 不是就是 阿塞 熊敏低穩 得愛心 看著你 你們背了飛 我就去的 因為我賠了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 他們的鬥志 是不需要懷疑的 但有時候 你是不是那個鬥志 大了 你爭罐大了 對不對 那些人 其他那些馬房 看到你們這樣背了飛 都真的流了口水 我做不去 是不是 所以 要小心 聚在他們的兩個鬥 你小心就扭歪了 很常見的那些東西 未必說會爆到七彩 但是扭歪了 那些龍之輝 你現在十二元 是嗎 我先看看 我剛才看十二元 第二場 現在十五 你背了十五 那其他的五六倍 或者十倍那些 就經常會扭歪 這樣走進來 或者拖著你 都不出席 那龍之輝 當然是一隻 就是得數很高的馬 只不過你要小心的一件事 就是 上次是一場 下雨 六個馬位 下雨贏六個馬位 放頭 等於在外地 你會經常看到 大爛地的放頭 那隻回來 上次有自己一隻走 這次呢 就不是的 有些什麼 百進巨星 人和家興 美麗第一 最慘你不是排 內檔 你那些 美麗第一 會不會二檔頂頂你 一千速度 任何家興 會不會燒你 在外面 不知道的 所以 這些馬我不會買 或者我會 駁一下其他馬 偷一下去計 因為 始終你都是 一下子 要消化十幾分的加幅 而你所謂贏六個馬位 是 下雨大辣 就是軟地 你一放到底 很多馬在後面 吃著Kickback 追 所以 抵不抵玩另外一件事 所以要小心 至於潘頓先生 很好笑 昨天早上 他脫了黎超星底 他本身要試責 結果他臨時 脫底 找布文拉夫 然後去到昨天晚上 然後呢 冠軍人馬獎 年年那些騎士都給了面子 騎士 練馬圈中人 什麼都會去 這班獎禮 大型的盛事 喂 潘頓 沒有去到 先是早上 不去市集 晚上 連酒會都不去 嘩 什麼了解走路 穿錯了 其實我覺得不是的 最大的可能是因為 大哥 他要做磅 做到一七 一七他做不到 我猜他做一九 包裝 天象 我講他超兩磅 他做一九 那他做一九 我不是說他不吃東西 所以不去 你去到那些 冠軍人馬獎 你可以坐 不是叫他吃 你試襲都沒有關係 我想他是有少少 會不會是做磅辛苦 他不太舒服 他現在四張幾 我不知道潘頓對上一次做一百一十幾 一百一十幾 一百十九磅 什麼時候 是很少的 那已經四張幾 以前試過你不喝水 去減磅 結果又不知道什麼 那裡有事 那裡有事 那所以 我想是因為他自己要做磅 他也不太舒服 所以星期日 如果潘頓 要做磅 他又騎那麼多葉滿 不知道有沒有吃飯 這個人 水也不太敢喝滴 天氣又熱 找到了 119敏捷神區 很久了 三月 那會不會成績又更差 要小心那樣東西 大家要留意一下我們的潘先生 當然不要忘記 明天跑之前就會出爐 究竟這個人是被人罰多少錢呢 還是居然會停賽呢 還是什麼事都沒有呢 那我們儘管看看 明天潘頓言完訊之後 有什麼菜果派賽 OK 好 事不宜遲 看看今次的神操片段 實驗夢想 實驗夢想 揣名 上次沒有了 這晚是傷患問題影響了 如果計算他還沒揣名的時候 在二班千二的時候 其實我記得他一次都是賺一個偏慢的報酬 擺錢 回來捱 那場是輸給後運有理的 我自己覺得水準也都沒有印證得很充足 更何況現在是喘名後 那水準會再跌了一點點 明心之語 阿塞這馬是靠跑頭 不斷跑來提升狀態 其實這隻馬的火氣都沒有去到勝市 不過一定是強比強好 那神操潮會不斷拐了一邊腳 上次你看他的谷草千二的報酬 不是那麼容易追 他回來也有些追勢 這隻馬其實是慢慢入局的 那我想這場的機會應該是今季最好的一次 今陣子的活力 他拍一隻瘋狂那隻雙滑馬 多次缺貨 今次也有跑 但今陣子的活力還是很死口 只要一把口走 還沒上力 超霸勝 上次的報酬其實是正確追 但他就在全入都不利追的跑道上 就虧了 那一天他就在外踏上 回來就追回主馬群 那一組的水準其實我覺得不是那麼高 特別是後面第三名打後的 頭二名打在後面 轉石星空和占士德 那就另計 風勝 新加坡是馬 這跟那兩隻競進很類似 都是新加坡過的 澳洲買的 他其實 試責 試得不錯 特別有兩課的時間 目短都做得不錯 不過一檔 我還是覺得A難過一檔 你找位 會有點麻煩 因為你出足14隻 大財跑得密 就沒什麼要說 然後又時尚風趣 那上次我加入的交叉秘孤 應該是想這隻馬再定一點 應該是 嘴巴容易漏一些 但他又跑來賺錢 這次會怎樣跑呢 其實這隻馬呢 不應該是放頭的馬 在短途跑 一來他不是正宗的短途激桶 而是他兩棵的谷草贏千二放頭 其實 是按到一個劈性 很慢 47過外 回到來 就能撐到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如果是居中跑 還好跑 他會追馬 比特勝 以短途馬來說 中尉又小了一些 1,050多磅 試責又是 只放在前面走 我對於五盆之後 雷劍威那些PPO PPG那些心馬 我都是觀望著 我覺得是 季尾要爭冠軍 所以就先逼我出來跑 跑著先 江武團 隻馬要跑長一點 他不是那麼短的馬 花果厚王 結果貨 所以你看到他在上個月 那些泥地賽 他都沒有出來跑 因為隻馬是功夫得了 現在他的僵口已經是好 比以前好多 不過在草地的證明 是很不夠的 這隻馬 再看一看 就是這隻的理智我拼 其實那些分數很不錯 這次賽前也拍幾課 我覺得這隻馬 如果你說冷腳 你可以拖一拖 不知道是不是這場去 姚本輝有些馬 他排了個漂亮檔 那他22分 已經減到 110多磅 這些馬 復出跑了兩場 兩場都可以滑 兩場都不適合路程 對不起 第一場是不適合路程 第二場都可以大彎跑 敗不足距 那些冷腳 你不可以拖回去 我覺得是可以拖的 包裝天象 他其實 上次贏了兩個多馬位 是贏得輕鬆的 不過隻馬還沒懂得轉腳 還有時間可以再做好一點 這次轉場跑 我本身以為他會偷輸的 但沒辦法 我想是因為要爭冠軍女健威 又要拿這場跑 這馬 照計有大場會好一點 但你排了個白檔 會不會被馬頂呢 你沒有一條藍 會不會轉不到腳 上次 會不會走得沒那麼順 這些都是要擔心的地方 但前竟不用擔心 一定是好的 看看是不是這場 爆笑 姜口也是比較麻煩的馬 所以他上次要脫眼罩 也要追兩步 但他現在頭段很立友 所以跑千二都是嚴短一點 神速密馬 我想他匆匆再出 現在才是轉個配備 初大個眼罩 外地有沒有這個配備 我們也可以看看 有的 這次帶回海外的配備 不過這馬說真的 你也拿一分 如果你這場贏了 你自己加分上 你輸價沒什麼減分 但這場如果你又是 輸了一場的話 你只能減分之餘 輸價再有一個調整評分 那下季在四班背中 那便很好用 回來 第九場賽事 三班千二 這場馬其實 你說水準是否很高 又不是 因為一二號 背起了80分 但是80分到70分 是沒有馬的 第三號馬已經是70分 金牌活力 換言之70幾分 是沒有馬出的 那全部下面那些 都是70分 以下的馬 所以你說這一組 是不是一組強的三班賽 我覺得不是的 所以 有些高分馬 浪起了榜 其實我覺得 帶領把馬 會是好一點的 中帶領把馬 大致上的形勢是這樣 這一場的報酬方面 金牌活力 我估計這次 拍回千二 他會比較前些 實驗夢想 這隻馬我不知道 會不會往前有 還有一隻 一隻比特星 我猜他會放進去 14檔 有一隻比特星 放進去 未至於會 按到慢 這一場的Pacing 因為他是一隻 放頭馬 還有排在大外檔 你頭段要搶起來 你會拉快了 那 時尚風趣 11檔 怎麼跑呢 我覺得 他都應該會 守五六位跑 我這一場 就真的是博直測 時尚風趣 我就是貪他的11檔 還有我看他 其實 現在這隻馬 跑沙田 是比跑馬地 好 血統 他根本不是一隻 短途馬 即不是一隻正宗的短途馬 我想他可以跑到1400 沒有問題的 再上去 正正因為這樣 你看到他 近這幾局 如果再跑跑馬地 他不是說很損得起 還有你看回 其實 他贏了兩局 跑馬地 兩場都放到47個外 是很慢的補速 很慢的補速 他就放在前面 但是如果好像近這幾局 譬如說 他贏了兩局之後 阿榮天鵬都知道這隻馬 是贏了萬補速 所以他給他回 給他再成長 再操一操 在5月8日 655那場 其實他上三班 說真的 他積不算特別強 但是那場 他根前 今次照用根前的跑法 快補速 不是萬劈省 隻馬回到第二 贏家落龍區 輸給坎天鵬 不是一個差的補速 是不錯的 譬如這馬 他經過一輪成長之後 他在1200 他根前快披繩 他都到的 其實這隻馬 我覺得 他是一隻 1400、1600賣 他跑1200 如果太慢補速 就不太適合他跑 如果太快披繩 而他走了 想去放 我怕他沒斷了 然後 683 他轉過沙田跑 再適應多一場 正宗的三班 那一場都不慢的 放得 輸給同場和尚 愛馬線 鐵金剛 那些馬 都是金貴三班 會贏 有批 中堅分子 我覺得 表現一點都不差 還有那一日是有雨的 那這隻馬 是否下雨會好些 還是 好地會好些 那我覺得 他可能正常場地 會應付得好些 那所以 你說這一隻 時盡風趣 其實他在近幾局 是跑得不錯 而那隻是硬正 我想他是 上那三班 適應了一輪 編快補速 他會更好些 因為他之前在四班 是編慢補速 食壺 哇 上鋪七、四、八 那一局的跑法就怪了 走上去放 因為大外擋 因為大外擋 走上去放 結果沒有氣 尾 而且第一個彎都不跌 即是 不像樣的 形勢 很不適合 再加上 我都說了這馬 他不可以放頭 如果在正常的補速下 他無段沒有均速 想知就是 頭段補速不是慢的 那他上去放 他回來這馬 就拐了一邊腳 轉不了腳 一步 均速完成 那我覺得 這次這隻 時盡風取 他跑回三班前夷 大場 每日這馬 也有回這麼多 我都不擔心他大場 能力 而是 這一場我希望他 不要走上去放 跟下馬跑 追蹤也行 四、五位都行 這隻馬是食醉馬的 你見他在松化閘 沒段開得快的時間的閘 包括4月8這一課 和1月22日這一課 兩課閘 沒段時間前面都開得很快 他沒段都衝得很厲害 換言之這隻馬的加速力是夠的 只不過他因為不是一隻 正宗短圖馬 你現在考短圖 OK 可能是三歲 你還想給他一些時間成長 不想吹谷得那麼厲害 這個我絕對明白 繼續跑先而 OK 不過跑法方面 我覺得是值得相確的 你不需要 在頭段用這麼多 對前 反而順其自然 十一檔 你賣到來就賣 賣不到來 你三桌有遮擋都OK 你守在四、五位 你跟著馬跑 不要硬放 看空了這些馬 沒那麼好 你看看他 為何上次又要初戴這個交叉避箍 其實這個交叉避箍 是在四月八個貨集已經有 那時候這隻馬 已經是大點急 那他現在 上次 再打一個交叉避箍 其實是想這隻馬 再穩定一點 那你上一局 又走上去搶放 那 看空了 那自然這隻馬 又是急的 所以上次 那個跑法 是很本末倒置 是不對的 這次當然都是外擋 但我相信 及收穫上次的經驗 和上次飛都不強 這隻馬 軟弱的 那你這次 換回一個賠率 繞回牆之後 這些馬 你今次 你只要 組斷 不要迫到這隻馬 那麼緊要 賣了來三大六 遮擋都可以 那我沒什麼所謂 你跟下馬跑 我相信這隻馬的加速力 是足夠的 那變相 分肯定命中 如果你說 喂 大家都是拿著 四班谷草籤 而頭馬那個 即 包裝天象 也是四班谷草籤 時尚風趣 兩邊 四班谷草籤 還要跑過沙田 大家都是初出贏 還不是拿著那個 那你有什麼理由 包裝天象賣到二十多元 你時尚風趣 現在所有的二十倍 不會有的了 到達到十倍 九倍 我覺得 應該比你這隻包裝天象 反正大家都是初出局 做千二都有側的了 那我為什麼不覺得 這隻已經有過經驗 而我相信他 未見底的馬呢 所以我這次 我自己的選擇 我覺得在賠率方面 來說 是很值得去買這隻 九場三班千二七號 的時尚風趣 OK 好了 這段片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昨天出了第四場 四班千八 那隻是獵境追飛 我今天就是出第二隻 第九場三班千二七號的 時尚風趣 這段片來到這裡 祝大家好運 多贏 我們下期再談 不是下期 下期 下期再談 節目為止 這裡我要多謝我贊助商 本地尋收足球放球 每天會有足球的業內講師 跟大家分析足球 和多年的球盤心態 15號歐洲盃已經開了球 每天都會出心水 令中的高達百成 如果要收集多數的朋友 記得加入這個聊天室 齊齊收足兩個月的歐洲盃賽期 的心水